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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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反式脂肪酸 我这边买了一些蛋糕 然后左边这边 也就是你们的右边这边 是含脂肪量高的 这边是含脂肪量低的 我现在就要去送给一些路人 看看他们本能的选择是怎么样的 你好 打扰一下 你好 你好 我很好奇你会拿哪边 干啥送我们吃 不知道 看口味吧 看你朋友喜欢怎么样 真的吗 我应该会选择甜的 脂肪量高的这边全送出去了 而这边只送出去一个 显然人们对于脂肪量高的食物偏有加 那么人们真的了解它吗 一个健康的人 因为担心肥胖而减少脂肪摄入 这样是正确的吗 不是这样 不正确 我们知道我们人的三大功能来源 糖类 脂肪类 跟蛋白质 而人们对脂肪的认知是比较片面的 实际上我们应该减少摄入的是 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 其原子结构中 双键碳原子各带一个氢原子 如果氢原子在同一侧 那就是顺氏脂肪酸 如果反向就是反式脂肪酸 三份脂肪酸 与一份甘油就构成了脂肪 而脂肪分为饱和脂肪 与不饱和脂肪 分别以动物油为主和植物油为主 当然也有例外 其中危害最大的反式脂肪 属于不饱和脂肪 撇开剂量痰毒性都是耍流氓 每日不应超过两克 但很容易超标 实际上所有含氢化油 合用氢化油加工的食品当中 都有不少的反式脂肪酸 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反式脂肪酸进去 它会引起你身体当中的低密度 胆固醇的含量明显增加 你的这个胆固醇含量越高 你这个人越容易动脉硬碗 氢化油中的反式脂肪酸 含量最高可达80%以上 植物奶油 代可可纸 人造黄油 洗酥油等 这些全是氢化油的别称 你手头零食的食物配料表里 有这些氢化油吗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 只要每百克食物低于0.3克 这可标注0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第一大来源 是我们常规的烹饪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叫做氢化脂肪酸 氢化油的诞生 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 法国化学家梅奇 因拿破仑三世的招募 将植物油氢化成功发明了人造黄油 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生活 出于对财富自由的好奇 我也研究了下植物油的氢化 发现异常简单 植物油原材料是不饱和脂肪酸 黄油主要是饱和脂肪酸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双键碳原子吗 煤奇只是将植物油中的碳双键打开 加入了氢气做了氢化反应 就将不饱和脂肪酸变为饱和脂肪酸 外观上从液态到的固态 就足以与黄油以假乱针 不过在氢化反应中必定会出现副产物 反式脂肪酸 总之氢化油的鼻祖诞生了 人造黄油 彼时 欢呼声响彻欧洲大陆 等到其名声响彻全世界已是150年后 2010年 《每日优报》公布十大人造灾难事物 人造黄油居首位 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导致这150年间人们的健康每况日下 如果这些反式脂肪酸能够当燃料烧掉 可能对你没啥印象 但是一旦你吃的量过多了 那么这个脂肪酸它迅速会被你人体所吸收 然后堆积起来 它会引起你的血脂含量急剧增加 长时间的增加 它会去让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内皮脂肪 人们对脂肪的无差别抵触 要追溯到埃森豪威尔那 是的 就是那位二战门军总司令 后来的美国总统 他虔诚地避免食用任何含有饱和脂肪的动物油 只是人造黄油 他的声望之高 上了顶尖医生 吓到平民百姓都无差别地认为 动物脂肪会导致心脏病 不过他不知道 人造黄油中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因此 最后他还是死于心脏病 这段时间看完这么多资料的我发现真的 历史的荒诞 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反式脂肪酸的滥用 除了埃森豪威尔的影响之外 背后还有两股巨大的对立实力 糖液与脂肪液 接下来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还原 这场糖液与脂肪液的世纪博弈 埃森豪威尔病逝后 人们对脂肪的恐惧升级 此时糖液插手买同科学家 将心血管疾病完全驾护给了脂肪 脂肪液百口莫变 食品加工商纷纷加入脱脂狂潮 一时间 脱脂肉垒 脱脂牛奶 脱脂可可等商品迅速占领市场 面对脱脂狂潮 脂肪市场迅速萎缩 但资本就是资本 夹粪中求生存 表面上放弃动物脂肪 暗地里对氢化油孤注一掷 其价格之地廉口感之绝佳 加上氢化油的原料是人们认同的植物油 很快 原来的脂肪市场完全被氢化油填补了 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那些脱脂下来的动物脂肪去哪儿了呢 更魔幻的操作来了 脂肪液居然主动拥抱了糖液 要能卧薪尝胆 脂肪液说第二 勾件都不敢说第一 大量的脂肪被加入油力糖后摇身一变 成了冰淇淋 再制奶酪 甜甜圈等 又被送回了市场 虽然抗糖那起有提到 这里再强调一下 油力糖是指折糖 果糖 糖浆 也就是生活中精加工厚的糖 当时无辜的人们能想到吗 他们想不到 大家对油糖混合物毫无抵抗力 没多久 脱脂剩下的油供不应求 氢化油介绍 根据世卫的标准 每天摄入的反式脂肪因不超过2克 油力糖不超过25克 这条曲线反映了油糖食品的销量 同时也反映了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患者的数量 这种饮食 实施了60年后 才有大量的学者写书 发论文 指出反式脂肪酸 与油力糖的危害 终于 在2015年的纽约时报上 糖液操控科学家的阴谋被爆出 脂肪的污名才得以频繁 但人们早已分不清 什么脂肪是好的 什么脂肪是坏的 如果没有反式脂肪酸 很多食品你是做不出来的 你去看它的配方表里面 或多或少 都会写到有 什么带可可纸 什么青花植物油 因为它这些名字呢 它有很多种花样 其实它都是反式脂肪酸 但它就不会写清楚 这个是反式脂肪酸 那我们要如何识别反式脂肪酸呢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看配料表 如果有青花油和它的别称 就要留个心了 这里是汇总 第二步 看营养成分表 即便写了反式脂肪酸0克 也只能说明 其在食物中的含量 每百克低于0.3克 其实糖类和脂肪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需要的 希望大家在摄入 油力糖和反式脂肪酸的时候 能够有所察觉 不要过量就行了 这里还总结了 平衡饮食的摄取比例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截图 脂肪的好处有很多 除了保暖 储能以外 这里分享一些冷知识 脂肪还可以分为棕色脂肪 和白色脂肪 白色脂肪分别一种叫瘦素的物质 可以抑制食欲 而棕色脂肪 会大量消耗糖类与脂肪 进行产热 简直就是能量的燃烧炉 因而有大量的棕色脂肪 成年人则很少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阅 这里直接给结论 某种程度上来说 脂肪是减肥的好帮手 其实我在调研的第一步 就看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一开始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甚至试图想去证明 这条百科只是太久没人注意到了 但随后我在购物平台上 又看到了这些 我想大概率那条百科是真实的 所以 与其让消费者出出流行食品安全 可能更重要的是 让食品加工商更有责任感 希望以后我们再去百度清化油时 这条词条通过正规途径被修改为 世界各国已纷纷限制 我国也做得很好 我们一个人的健康说到底 跟你只有跟你自己有关系 如果你自己重视 不需要国家来帮你吗 为什么国家 单位都不用来管你 真正的减肥方式 健康的方式 其实只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烧吃 第二句话多动 没有第三句话 所以最好的份菜 是妈妈做的份菜